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Hell的一个基本架构,然后和它的运行时候的一个对应的流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Hell框架它的为什么 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了,我们在课程的最后环节呢,一般都要加一个为什么 不但是我们的Android的Hell,包括之前的application, framework等等 我们习惯性的在最后会加一个为什么这样一个环节 虽然呢,我们很多时候讲的可能是不是太深入 只是点了一下,这里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引导大家去进一步去思考 进一步去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 让大家养成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习惯 因为这些东西呢,只有我们自己真正的把它理解了 才有可能在自己的设计中去运用起来 我们在之前呢,也给大家建议过一个呼伦通道的学习方法 但是呢,我们也说了,我们并不提倡对所有的东西都不求圣洁 而且呢,在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了,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了 我们就进一步去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好,进入我们的正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Hell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们上节课有点到 Google呢,把Hell抽象为一个HwModuleT 也就是硬件模块,然后一个HwDevacity 也就是硬件设备 然后呢,HwModuleT里边又通过HwModuleMessageT 封装了一个Open这样一个函数 下面这些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Google针对Hell里边常用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Camera、Audio、NFC 还有像我们的Bluetooth等等 这些常用的组件呢,还有基于上面的两个HwModuleT 然后HwDevacity进行了显应的一个扩充 比如说扩充出来了一个CameraModuleT 对应的有一个CameraDevacity 这边对应的一个AudioModule 然后这里边会对应一个AudioHeadwareDevice等等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所学习到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反观一下它这个架构 来看一下为什么是会是这样的 怎么看它不是什么这样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呢我们可以结合着设计模式消费内容来学习一下 同样设计模式呢 我们可以参考GameraFor里面的 这里我们就直接从它在里面看一下 我们在看GameraFor它介绍的设计模式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有一个Bactory Method的工厂方法 这里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工厂方法 看它和我们Head的一个基本框架怎么对应上的 它的意图就是用来定义一个用于创建对象的接口 然后让子类决定实力化哪一个类 工厂方法呢它使一个类的实力化延迟到它的子类 它的动机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计模式 就是我们的框架呢它通常是使用抽象类定义和维护对象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些对象呢创建通常也需要由框架来负责 这边呢是它举了一个例子 具体的我们这里就去看了 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 这样它有一个尴尬的局面 就是框架必须实力化类 但是呢它只知道不能被实力化的抽象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呢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框架是使用抽象类来定义和维护对象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呢 这里factor method也就是工厂方法 它这个设计模式呢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工厂方法 它这个适用性 这里有接受到在下一个情况下可以使用factor method这个模式 也就是第一 当一个类不知道它所必须创建的对象的类的时候 第二 当一个类希望由它的子类来指定它所创建的对象的时候 第三 但当类将创建对象的职责委托给多个帮助子类 其中的一个 并且希望将哪一个帮助子类是代理者的这个信息局化的时候 第三个 规定结底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所讲的它的factor method 这个工厂方法 它这个意图 定义一个用于创建对象的接口 然后让子类决定实力化哪一个类 也就是它适用于我们需要让子类来决定去实力化哪一个类这样的一个场合 这三个是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最终工厂结底就是我们需要让子类来决定实力化哪一个类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了factor method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how for 我们的这个结构图 factor method 结构呢 首先 这里是一个product 这边是一个concreate product 就是这是一个产品 这是一个具体的产品 然后这边呢 create 创建者 这里一个concreate create 具体的出现者 什么意思呢 product 这就是 用来定义工厂方法创建的对象的一个接口 为什么会用product的说明呢 就是这边 于我们的工厂 工厂是用来创造什么呢 就是来创造产品的 所以说这边就用product 产品来表示 这边create 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的factor工厂 concreate product呢 就是具体的产品 具体的产品呢 就是用来实现 我们在product里边所定义的这些接口 当然 create呢 同样 它会生用一个工厂方法 然后用来返回一个product类型的对象 好我们看一下 concreate create 就是重定义工厂方法 返回一个concreate product 就是 重定义在这里边所声明的一个factor method 然后呢 创建一个具体的产品 返回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所讲的tile的一个具体的架构 这边呢 HwModuleT 这边一个HwDeviceT 我们在上节课讲运行时候的一个调用流程也讲过 我们framework 比如说framework里边的chamerservice 它会通过调用HwModuleT里边的method 里边的open 最终呢 这个open呢 是调用到了chamersModuleT 它里边这个函数指针所指向的一个具体的open的一个实现 这个具体的实现呢 最终会帮我们构造出来一个chamersDeviceT 这个微型的架构体 然后呢 把它的地址返回给我们 这里 是否就是我们在这边factor method的这个架构中 通过这边定义的一个factor method的对应的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open 最终呢 这边到了conqueredfactor 也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创建者里边重定义的一个factor method 然后呢 最终帮我们创建了一个conquered product 一个具体的产品 然后返回 这个conquered product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chamersDeviceT 或者是audiochamersDeviceT fc DeviceT等等 这些呢 相对来说就是一些具体的product 这边呢 就是一个product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creator 这边呢 就是一个conquered 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factor method 它实现的一个效果 这里 可以 有告诉我们 它呢 不再将 与特定有关的类绑定到我们的代码中 代码呢 它仅仅处理 product 这个出现的结果 这一点呢 在我们uncred里面没有去用的 我们在看代码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 framework里面的代码用的时候呢 还是直接用到我们像chamersDevice chamersModule 这些具体的类 这里是一个结构体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类 我们知道C++里面的cast 和C里面的stack 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 好 好 这里也说了 公传方法有一个潜在的缺点 什么呢 客户呢 可能仅仅为创建一个特定的具体产品对象 就不得不创建一个创建者的类类 这里我们看得出来 每一个具体的产品相应的都对应着一个具体的创建者 也就是每个device都有一个module相对应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工程方法 它有一个潜在的确定 什么呢 客户可能仅仅为了创建一个特定的具体产品对象 就不得不创建一个创建者的类类 这里我们从头到结构上也能看出来 每一个具体的产品 这个具体产品呢 这边我们对应的就是像camp device audio device mfc device等等 都会对应着一个creator 也就是camp module audio module mfc module等等 当然 我们安卓里边呢 它像这些具体的module 这个device 分别是由不同的client 以及不同的客户来使用的 所以说它 呃 其实并不存在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本身就不需要创建很多的这种体制产品 以我们的camera service 为例呢 我们只需要一个camera device 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让camera service 这个用客户去使用我们的audio device 也不需要去让它使用mfc device 我们再来看一下factor method这个模式它的另外两种效果 这里有说到第一类呢 是为子类提供一个hook 也就是挂钩 这个hook呢 我们之前在介绍factory 不需要再介绍那个template method 就是模板方法的时候也介绍过 hook method呢 它是一个呃 它会提供一个空的或者是一个默认的实现 子类呢 会去对它进行覆盖来去扩展 所以说呢 你说的用功能方法在一个类的内部创建对象 通常比直接创建对象更迷惑 它呢 可以给子类一个挂钩 以提供对象的扩展版本 就是我们的子类呢 可以根据它进行一步的去扩展 第二个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 factor method它还可以连接平行的内层次 这个方法呢 并不往往是被factor调用 我们的客户呢 可以找到一些运动方法 尤其是在平行类层次进行下 好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来去看一下它这个例子 就是什么是平行类层次 就是当一个类加上的一线 值得委托给一个独立的类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平行类层次 这边它是用一个 可以被交互操作的图形来说明的 什么是可被交互操作的图形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用鼠标进行伸展 移动或者旋转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桌面上有一个图形 我们可以用鼠标来对它进行伸展了 移动了旋转了 我们称这类图形 就是可被交互操作的图形 好 实现这样一些交互呢 不是那么容易 它通常需要存储和核心 在给定时刻去记录操作状态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就仅仅在操作的时候需要 所以说这些信息它不需要被保存在图形对象中 当用户操作图形是不同的图形呢 还会有不同的行为 比如说 我们将直线这个图形 阿长可能会产生一个端点被移动的效果 那我们把正纹这个图形 伸展呢 它可能会去改变航距 那有了这些限制呢 我们就最好使用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对象 来实现交互并保存所需要的和特定测试相关的一个状态 不同的图形呢 将使用不同的这个准备揽出为特定测试相关的 这样搞得了 这两个类就是平行的 我们看到这个类 这个类它就是平行的 我们对于用的我们Hale这块呢 我们看到有HwModuleT和HwDivest 我们的Hale呢 是一个Module 也就是说Hale可以理解成一个硬件模块 这个硬件模块呢 它把它的一些职责委托给了HwDivest 也就是一个硬件设备 这些职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Hale主要提供的和硬件设备 设备的一个交互的能力 以我们还是Camera为例 就像比如说是Start Preview 启动预览 然后Take Picture 拍张照片 然后Start Recording 录像等等 这些和具体硬件设备的一个交互 这些职责委托给了HwDivest 好我们回过来再看一下 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这个Feature 它这个类 也就是图形 它提供了一个Create ManyRelator工程方法 它使得呢 客户可以创建一个和它相对应的ManyRelator 它这个类呢 就从定义该方法以返回一个合适的这个相应的类类的实例 同样在我们的Hale里面呢 HwModule T C 它里面的Message 封装了一个Open 这个方法 这个呢 是我们用我们的函数指针来表示的 因为我们知道 C里面的Struct 也就是结构体 它是不能定义函数的 它只能用来定义一个数据 最后呢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 这边 HwModule T 它的子类呢 相应的就会去重定义 这边呢 会去相应的指向一个Open的 它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来实现这个Open函数 最终呢 在这个具体的Open里面呢 会构造一个相应的Device 然后把它的地址返回过来 这就是Bextreme Meta的一个效果 就是用于连接平行的类层次 从此 我们就知道了 在IW的基本架构中 相应的HwModule T H device HwModule Meta T 它并且扮演的一个角色 这个HwModule T呢 就用来表示 还有这个模块 我们呢 它就被推向为一个硬件模块 然后呢 它这个硬件模块 它就把它的指责 也委托给了HwModule T 这些指责呢 就是我们相应的 它需要提供出来的 对硬件设备的一个操作 这个能力 我们之前也以Camera 这个Device为例 比如说了 就像它 它的像 Stop Preview T feature 等等 这些操作 硬件设备的一件能力 那 这个HwModule Meta T 呢 它的里面主要就是一个 Factory Method 用来 连接 连接HwModule T 和H device T 这样 一个平行的 类层次 把 我们直接看到 它通过 把它的一些质责 委托给它 然后它们俩之间 是形成了一个平行的类层次 然后呢 通过 这个Factory Method 把这个平行的类层次 给连接下来 就是Factory Method 在还有框架中的一个体现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前有说过 还有框架呢 它还定义了一个公共的函数 通过 名字呢 是HwModule 定义函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 在 我们的系统服务第一次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把 底层 特要的一个 扣接到进来 并且 找到 变量名为 还有Module Info Same 也就是HMI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的一个变量的 液体 把它返回 这个变量的 因素呢 通常就是我们相应的 把基于HwModuleT 扩充出来的像这些 CamerModule AudioModule 这些 结构体它的实力 这个名字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 这里有个书名 每一个硬件模块 都必须有一个数据结构 这个数据结构呢 它叫做HwModule Info 也就是 我们这个模块的名字呢 被安卓说明了 要 必须 叫这个名字 为什么 一定要 叫这个名字呢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 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 是Hw的一个具体的框架 这些呢 具体的HwModule HwModule HwModule 都是基于框架里边的这些 基类或者是 基于结成一个抽象类 我们说的类 大家可以 把它 以为是一个 Device 或者是一个 Strux 我们把Strux 和Class 暂时 结成 一个意思 就是 框架 这里边的 一个 E类 或者抽象类 是 很早就 写好的 这边呢 是后来 根据框架里边的这些 E类 和抽象类 去 后来扩充出来的 相应的一个类 所以说 我们要创建这些类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也讲到了 框架必须要实力化 相应的类 但是呢 也不知道它叫它的名字 所以说 我们 这里呢 使用了一个 FactMetal的 这样一个设计模式 来解决了 它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就是通过 另一个 创建这些的接口 然后让子类 决定 实力化 哪一个类 就解决了 我们的框架 必须实力化类 但是 它不知道不能被 实力化的抽象类 这样 一个网络 朋友 我们这里呢 Open指示 解决了我们 怎样去实力化 HW DVST 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 的客户端也就是 对应的我们 Android Firmax里面的 一些系统户 怎么去 获得到 HW Module T 它的对象呢 因为我们又 顾问到它具体的一个 的名字 因为这个 另外呢 是后来 我们才会去写的 怎么办 所以说 Google 就这里 有一个 规定 我们后来 再对这个相应的 Module实力化的时候呢 必须 把这个名字 叫做 TelModule Inf SIM 也就是HMI 那我们 Hardware GetModule 这个函数 在BDV的时候呢 就直接 从相应的库里面 寻找 名字为 HMI 这样 一个 结构体 它的一个手地址 就找到了 我们相应的 Module的一个 地址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